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们简报艺术红背方的分享 在今天的分享里面 我们再次跟大家聊聊一个时常困扰大家的主题 也就是如何处理简报中的长篇文字 关于简报文字类型的简报 如果各位先前曾经看过对我们类似的主题分享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选这里的连结 先看看我们以前的分享 我们长久以来总是被告诫说 在简报里面不要放太多的字 字少图多 可是在简报场合里面不是每次的简报 都像是TED简报一样 这种亮丽的个人秀 而是实物上面往往有很多状况 是难以避免使用长篇的文字进行简报的 比方说文本分析 法条说明等等 那每每遇到这种状况呢 就会你就会有无奈的感觉啊 说我会的简报技巧这么多 但怎么却一个都使不上力呢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来讨论这个状况 当我们遇到这种无奈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些简报里面的长篇文字 首先我们先来想想看 长篇文字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看不到重点 很乱 挤在一起 让人小睡觉等等 这些都是问题 可是呢 其实这些是常听到的答案 但也都是问题的表象 那这些表象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的呢 这才是重点 一旦我们能够想出啊 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的话 才能够迈向解决问题的一大步 所以关于长篇文字不适合简报原因 其背后的根本原因 可以分成以下两点 第一个 资料结构不明显 以及第二个 字字实际并不等值 就资料结构不明显这一点来说呢 因为整团字摆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阅读 来理解其内部的逻辑 可是这样就跟书本没什么两样嘛 这个失去了简报视觉化的优势 而字字实际不等值 则是指说呢 在一段文字里面 总是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关键句跟关键字 这些重点在茫茫字海中 没有被人提点的话是难以发掘的 因此也降低了观众理解简报的速度 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用这张一属签数时机的说明简报 来举个例子 看看这张简报 我想你应该马上就能够判断说 这并不是一张适合使用大图大字技巧 来表达的简报 因为如果你真的使用的是大图大字的话 那么在上排简报时 你可能就把这上面一整串文字 给通通都背起来了 我想这一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选择 那至于三字嘛 像这样子的法条说明呢 少一字多一字可能都是影响非常重大的 贸然删减会造成非预期的后果 可能不是我们简报者能够承受的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该如何着手修改这张简报呢 熟悉我们简报艺术和背方分享的朋友们 肯定不难猜到 在所有的动作 所有简报设计的动作开始之前 我们所有东西的必定的起手势 还是先降低简报的杂讯 所以针对这张投影片 我们改四个地方 其一拿掉对内容理解 没有什么帮助的那个医疗箱的图片 第二个使用简报中 相对容易教育阅读的黑体这种字体 第三把项目符号拿掉 并且把文字置左对齐 第四不要使用顶线 那这样透过这些一连串降低杂讯的方法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像是这样子的成果 看起来是不是清爽多了呢 而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要降低杂讯啦 俗话常说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而简报也是一样 杂讯不去资讯不来 所以人如果没有在一开始就降低杂讯的话 那就得在做简报的过程中 不断承受杂讯的影响 所以在前置步骤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真正的简报设计的修改 在我们降低杂讯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说呢 即使杂讯已经减少 但仍然没有办法秒懂这张简报的内容 那这时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经由阅读文字 知道说这些文字主要在谈的是 是儿童签数不施行心肺复苏数 或者是微生医疗的两个主要的时机点 因此呢 如果我们把它的内文结构摊开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由两大时机点的总体叙述 以及两项分项叙述 一个讲的是医师急救无效的时候 另外一个讲的是父母放弃治疗的时候 这两个项目所构成的总共三个部分 那既然是三个部分的话 在文字的安排上面 我们应该把这三个大部分给分开来 那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文字之间按下Enter进行分段 比方说像是这个样子 这个动作只要花你半秒的时间 但是带来的效果相当显著 CP值超级高 只是呢 当然按Enter只是快 但是呢观众可以在零秒之内看出内文被分成三块 不过成效也仅止于此 而且呢单纯只是进行纵向分段 另有一个小缺点 就容易被认为说这三段内容是互相承袭 连续的内容 那这时该怎么办呢 回到我们前面对资料结构的分析 这些投影片里面的项目之间 有两个很重要关系 其一是总体叙述这个部分 它是总开下文的总纲 所以呢它的重要性位阶 比下面两段的分项叙述还要高得多 第二个是呢 第二跟第三段 关于什么医师急救无效 跟父母放弃治疗 这两大时机的文字 这两者呢 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意思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什么顺序性 互相承袭或是重要性程度上面的差距 所以从这两个重要逻辑呢 这两个重要逻辑是单纯只按Enter进行分段 看不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中 我们可以试试看另外一种空间位置的安排 像是这个样子 像是这样 总纲一样放在上面 但是两大时机的部分 则是用横向并排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 前面所提及的两个重要逻辑关系 就能够更加的凸显出来 所以总结来说 其实透过安排文字 在简报上面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让观众 在不用详细阅读的情况下 加速对文艺的结构的掌握 而这个就是破解长篇文字 第一个缺点的重要手法 在解决文艺结构的问题之后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关键问题要面对 也就是如何处理简报中字字不等值的问题 或者更精确来说 如何清楚的摘要出简报中的关键字跟关键字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话 常用的手法是把关键字改成字形 改变邪体或加框线等等的 这当然可行 但是也存在着不小心把简报 变得滑滑绿绿太过花俏的风险 所以我们这边建议另外一个方式 也就是把关键字句 摘要出来并且放大 这会比只按Enter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它效果却可以非常非常的显著 比方说原本像是这样的简报 我们只要把关键字摘要出来 并且放大的话 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说 当你看得像这样的一张简报的时候 你就可以非常的短的时间里面理解到说 这所谓的两大时机分别是 医师急救无效的时候 跟父母放弃治疗的时候 而当你需要理解内文细节的时候 再来看内容完整的文字段落 就会快速的了解 此时因为你已经掌握了文艺结构 跟这一小段主要来讲内容 所以理解文字的内容上面 会更加的快速与精确 而这个就是解决文字大小能够带来的效果 快速抓住关键字据 解决字字不等值的问题 在这边要注意的是说 要放大的并不是在文字段落中的字 因为往往会让版面 要有一个像是恐吓心一般 大大小小不齐的效果 而且会破坏对齐 而让文字难以阅读 适得其反 相反的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把这些关键的字句 从段落中抽离出来 摘要出来并且放大 就像是报纸呢 它会给你下大标题跟副标题一样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则是大字跟小字 它们大小上的对比差距 所以我们说调整大小 是要调到多大还是多小呢 以简报而言呢 我们会建议说大字 至少要比小字大个1.5倍到2倍左右 才能够看出明显的效果 比方说有一个小一点的字 它是20号字 那么大字就要建议有什么32号字 甚至是40号以上的字 如果只大个一两号字的字的话 就会有一种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的半吊子的感觉 让观众看起来非常的困惑 那到了这一步呢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算是大功告成啦 所以最后如果你对简报设计感 有一定程度的执着的话 你还可以针对段落中相对重要的句子上色 并且对细节进行进一步的修饰 比方说呢 像这个样子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的话 你会花很久的时间 但是简报的完成度会更高 不过啊 我们还是得老实说 这些细节修饰都还算是比较次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前面所提及的 文字的位置与大小这两者的调整 这才是一份简报是否能够被观众轻易理解的关键 经过一连串的修改示范之后 我相信你已经不难发现说 一份简报呢 居然能够在字笔原本更多的情况下 又更加容易理解 由此可见调整文字的位置跟大小 它的重要性 而在这边呢 衍生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字多字少是假议题 能不能凸显重点才是真议题 所以下次呢 你面对字很多的简报时 不要一味的朝三字的方向思考 而是要能够思考说 怎么样能够让重点跟结构 这两者变得更加的清楚 而同时呢 我们这边也再次统整一下 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观念 让各位不只是能够学到招式 更能够理解背后的运作原理 首先呢 长篇文字的两大问题 是文艺结构不明显 跟字字实际不等值 而调整文字的位置跟大小 恰好就是破掉这两招问题的最简招式 首先文字的位置切入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按enter分段 或是横向并排的方式 来体现文艺的结构 那从文字的大小切入的话 我们则可以让观众注意到 大字小字两者的差别 并且透过大字来抓住关键字句 实现字字不等值 重要字才重要这件事情 所以下次再做简报时 不妨试着用这两个观念 这两个方法来处理强篇文字 当作是切入点 同时呢 搭配降低杂讯 跟增加资讯的观念 这样子就算是字很多的简报 依然也可以让人描动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 欢迎最终简报一书红背方的 最新分享内容 您可以加入我们的Facebook 脸书交流社团 或是到我们的脸书 粉丝专页按赞 或是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欢迎一起讨论 交流与分享 保障落企 求进步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그렇